四千規劃受驗證 歡迎來到這一節財富長城 今天應該是市場上 稍微鬆了一口氣的一天 大盤在美國股市 大漲的帶動之下 終於今天 開盤就給你上漲了100點 上漲了100點 到了現在還沒有跳最後一盤 但是呢 效果加權指數 目前還在8746點 漲停的加速呢 來到了40加 還不賴 不過 另外 有一部分比較奇怪的是 奇怪怎麼還有11家跌停板 而且這11家跌停板裡面 有市場的龍頭TPK 有我們前面 已經跟各位講了很久的空方標的 包含是美食 1795的美食 那麼來到這個位置點 這到底是要繼續斷下去嗎 市場所期待的反彈 從9500點一路跌到8500點 到了今天已經高點來到了現貨 87770點 這一路上上下下轉折的過程 我們都沒有脫離一個程序 叫做事先規劃事後驗證 昨天我把我們最原始最早的 這個也就是整個逼西波 逼波下跌 西波反彈 還有接下來主跌段的規劃 我先讓各位看到了一部分 我的目的在幹什麼 警告那些雜牌空軍啊 現在我們先請導播重播一下 昨天的VCR 你現在人在哪裡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老是只畫到今天給你看 但是我們家族成員 所擁有的 是這一張10月14號 早就已經規劃好的 當時 導播我們鏡頭帶近一點 當時這個逼波都還沒有落底 逼波會怎麼樣去破底 震盪反彈 還包含了後面 西波的高點落在哪裡 這個到最後彈上去會落在哪裡 還有接下來的主跌段規劃 你現在人在哪裡 毫無疑問為什麼今天會瑕浮盤整 你還在這裡 導播我們鏡頭帶近一點 你人還在這裡 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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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西之逼的整理 這一段 反彈當中的中繼整理 叫西之逼 這西之逼 它的來回震盪依然很多 可是它還有一段沒有走 那個叫西之溪 最後一段 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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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最後一段有沒有再度衝高給你 有沒有再度衝高給你看 你剛剛看到的重播是這一段行情還沒有發生的時候 所以今天沒有例外 又再一次事先規劃 事後驗證 然後我跟各位講過 從尤其是從7月15號 993的最高點以來 沿路的轉折 沿路的反彈 沿路的再下跌 我們都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做精準的預告 好 那我所希望的是說 起碼 如果說各位觀眾朋友 你每天鎖定了我們的節目 對不對 那這個有的人呢 可能飯都還來不及吃 先看看尾程的節目 今天怎麼講再說 那我總是希望你不要受傷嘛 總是希望你不要受傷嘛 當然更希望 你能夠把握每一次 這種轉折的同步布局 那麼這一段衝了上來 剛剛為什麼昨天 我講 其實這段規劃已經早就 在10月14號畫好了 那個時候還是逼波下跌的第一天 還是逼波下跌的第一天 那麼接下來行情 一步一步的你只看著這個規劃 這個大盤一路的照著這個規劃走 一直走到昨天 我還在提醒你 這西波它可是還有高點 你不要昨天去什麼 空單滿倉喔 齊貨喔 你不要去空單滿倉喔 不然今天開盤啊 一口一百點 五口就是五百點 又沒有了 朋友如果你做的是良心事業喔 這個說實在的 不會甘要這樣啦 不會甘要這樣啦 你懂我的意思嗎 在這一段 我們先講棋子的部分 在這一路以來齊 棋子的部分我跟各位 講過了多少次 沿路的這一些轉折跟驗證 我們不敢說 哇塞 maybe 哇塞都百分之一百對 那怎麼可能啦 但基本上這種準確率 包含7月15號 那天大家歡天喜地 喊著要上萬點的時候 那尾城怎麼告訴你 你現在回頭看看 那時候的9593 在對照今天反彈 即使反彈已經反彈回來 還在8700多點 早一點掌握訊息很好 你早就已經賺翻了 你也不用股票還抱在這個地方 還有人多單從這個地方 期貨多單 居然可以從這個地方 一報報了三個月報到這裡 我真的輸了一下 你知道我的意思 真的會有反彈 我們也從來不會去做死空投 8月13號 有沒有告訴你 今天開始真反彈 畫面都還在這裡 人家是在用日記寫日記 用相機寫日記 我這是在用規劃 驗證寫日記 回頭一看 你不覺得 每一段的行情 像前面這個逼波反彈 西波下跌 逼波反彈 西波下跌 這是同步在8月13號 就已經告訴你 會長這樣了 又怕你不相信 9月4號 分明逼波反彈 已經到了頂點 我眼看這一堆分析師 空在這裡 馬上居然又要在這裡翻多 趕快警告你 那些人告訴你說 中秋不會轉折 不會變盤 我告訴你說 誰說中秋不變盤 畫面還在這裡 9月4號 然後一路的規劃 從9月4號一路下跌 跌到了這裡來 跌到了這裡來 還給你多加了這一段 怕你怎麼樣 不小心 又在這個還沒落體之前 你的多單又受傷 趕快告訴你 它會延續到一個轉折日 這個雙轉折日 來臨之前9月29號 我跟你倒數 黃金雙轉折已經在倒數計時 你現在回過頭來看 9月29號 那個黃金雙轉折 果然是在9月30號就到位了 你現在回過頭來看 那個轉折黃不黃金 很黃金啊 因為一缸子的股票 你在那個時候 即使沒有出在9593 沒有出在這裡 不然這裡還有第三次機會 黃金雙轉折再告訴你 加了這一個金玉其外敗序其中 當時所列的股票包含像1795的美食 像2439的美綠 今天都跌到哪裡去了 美食今天居然誘告跌停 什麼叫金玉其外敗序其中 那這裡跌到這裡那裡也踩不過 200多點的光景 一堆股票已經掛掉了 就是今天再給你漲停它也回不來啊 怕你不知道都還跟你講雙暗示你雙轉折後人多波折 外加一個剛剛那時候在節目當中講的金玉其外敗序其中 這一波殺的全部都是中小型股 我們的中小型股的空單也都在那波大賺 有的現在還繼續賺 10月14號趕快提醒你 中小型股警報未除 好了 話又拖到了今天來 到了這一次的反彈 這一次的反彈有沒有在幫你掌握到 有沒有在幫你倒數 有沒有在準確的發動 10月15號 稀波反彈開始倒數 10月15號你看這個畫面 說明一切 已經開始倒數 隔日24小時之內先彈第一根 我不在第一根反彈布局 旗子的多單不在第一根反彈布局 我在第二天 第一根反彈算哪裡我還先空了一下 跌了100點反手在買在哪裡 你現在還記得這些嗎 8500點8400點 你現在回頭一看不得了8500點 居然真當就是幾乎是本波的最低點 談到了今天8750 每一個細節我都好像 我還要對待自己的親人 對待自己的朋友 埋在這個最低點 彈上來 這一天我還叫你不要去亂追高 不然你又回頭又被扒 但是這個波段的空單 波段的多單 8500點彈到現在為止 那昨天還有人說要空單滿艙 同學旗子是瞬息萬變的東西 瞬息萬變的東西 有的時候就是差那 就是差那一通訊息 就是差那一分鐘 你沒有做對動作 差別差很大 那麼好了 反彈也反彈上來了 對不對 現在你一定要問一個問題 那前面在8500點 8540點做多 今天要翻多為空了嗎 反彈已經結束了嗎 有些朋友會說 不會啦要繼續彈 有些朋友會覺得說 看起來是差不多了 我沒有這種 但是假如不一定 我沒有這個東西 這一切的規劃 都在這一章裡面 這一切的規劃 你看到一節就驗證 你看到每一段 我讓你看到每一段 你就驗證一段 我讓你看到每一段 你就驗證一段 那接下來後面 你沒有看到你怎麼辦 你要怎麼操作 顯然在今天 今天這個行情裡面 我還是只有那四個字可以講 按表操課 按什麼表 按什麼規劃 後半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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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掌握的規劃 到底這個反彈 是不是要繼續下去啊 那如果要繼續下去的話 應該逢低做多啊 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就結束了 那今天應該逢高不空啊 但是就是不能在昨天去空彈滿艙嘛 所以這個關鍵的時刻呢 你不要忘記喔 我們的旗鼓萬聖 萬聖節快要到了 那當然前面有一次中秋變盤的預告 前面有一次中秋變盤的預告 那很多人說那不然再下來 對不對 端午中秋 老師你也過萬聖節嗎 我沒有再過萬聖節啦 不過萬聖節 一旦到的時候 他一旦萬聖節那一天一到的時候 你今天 這個關鍵的時刻 你沒有跟我們同步把握布局的朋友 你沒有跟我們同步把握布局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就會發現 又跟之前 九五九三的高點 又跟之前 豬班反彈也好 下跌也好 任何一個轉折點也好 你沒有跟我們同步把握布局的時候 那種遺憾 悔恨 我希望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旗鼓萬聖 我希望讓你一次享有 期貨的 股票的 甚至於有選擇權的專業資訊 因為 好的機會 不是天天都有 好的機會 不是天天都有 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麼你要趕緊想想看 趕緊想想看 但是不要想太久 因為時間已經不太多 下個階段 我們繼續回來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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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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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ft 事實上最好是別等到萬聖節啦 事實上是最好不要等到萬聖節啦 這旗鼓萬聖 為什麼在這一時候跟你講 要請各位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機會難得啦 機會難得啦 前面你錯過的朋友都有機會再把握 但是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出現了 你越晚錯過 比人家賺的越少 你包含旗子的多空單都一樣 前面開始你還記得 空在哪裡啊 這個波段前面這個波段空在哪裡 9473 9490那時候開始空 一路空空空空到現在 該有短彈的時候 沒有錯過 個股快要崩跌之前 我也跟各位預告過 現在來到這個反彈的關鍵時刻 旗鼓萬聖你怎麼能再錯過 讓你一次享有 旗家股的專業資訊 請及時把握同步布局的時間 謝謝 與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對 省水器材輕鬆省 茶樓一滴也不浪費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費不知珍惜 老天爺給再多也不夠用 你今天愛水了嗎 G 美食 七箔 一家 F 永冠 美綠 加聯益 空單大轉 旗子選擇權多空連勝 旗鼓萬聖專案 但您贏在下一波轉折點 10月31號前速洽 02 2781 0909 2781 0909 2781 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永遠值得託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軸輪精細的磕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託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投顧 02 2781 0909 02 2781 0909 02 2781 0909 你我心中都有一條跑道 Check in 心中的航行 至少 2011 一條跑道 2012 1 2